真的說實在 那時候大雄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覺得 本來我就想說 這輩子不可能再玩團了 以前玩團是一個夢想 憑良心講是一個夢想 那我記得我老婆懷孕的時候 當我聽到她懷孕的時候 我就把我家裡面的電子股賣掉 十幾萬的電子股 當時也是那個嘉欣 那你多少年的電子股 那個電子股其實是嘉欣那時候贊助買的 對對對 但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老婆已經有懷孕了 那我覺得 就不應該要這麼的 怎麼講 我覺得應該回歸到現實 那是幾年前 那個好像 就是我小孩 我十年前 十幾年前 然後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那時候 那個網友來我家辦那套股的時候 其實我看他背影走的時候 其實我 眼眶泛紅 流淚 我其實滿難過的 因為賣掉的是 我覺得賣掉的不是那套電子股 是夢想 賣掉是我夢想 所以後來我就再也 再也沒有打股了 那後來是大雄來找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又燃起你知道嗎 人生有時候 因為現實關係 沒有辦法去追逐夢想 後來沒想到 又燃起的一個這樣的想法 請記得鎖定四季線上影視 記得要看喔